8000坪的恐龍樂園 40隻大型仿真恐龍 穿梭零件配合營銷動作 十分逼真 赤字6000萬大造全台第一座 森林恐龍主題的 親子探索樂園 號稱台版侏羅紀公園 沒想到官方粉絲專業 卻在這個月17號 突然貼出公告 白果山探索樂園停業公告 營業至113年8月31日 不少民眾紛紛湧入貼文留言 滿滿回憶的地方 要結束營業了 又要變成時代的眼淚 民眾不捨 原方則解釋 重大考量因素之一 樂園向公所標租土地租約 9年期限將近 目前雙方仍在洽談中 連日多雨嘛 再加上之前那個颱風 還有就是地震的關係 其實我們的那個土石 稍微有點鬆動 對客人的安全其實是有疑慮的 決定說暫停營業 再加上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設備老舊了 另外參山國家風景管理處 才進行重新整治白果山計畫 打造新溜滑提樂園 本應設計不良暑假封閉使用 原以為9月中旬驗收重啟使用後 將重現返景 沒想到卻等來原方暫停營業公告 是否還有一線生機 要等園區土地租約搞定後 再進一步公告 三雄彰化綜合報導